我们得到的结果我们发现 他一样是帮我们写成DF 我们发现 DF main 所以主程式在这里 输入完之后的话 只要会用到这个东西 这个function 他就去执行这个function 然后把参数带过来 再把BMI的结果return回来 最后他把两阶段都写完了 他连那个到底身体是什么什么什么 OK 我们来弄一下 其实这样应该可以 可是如果你觉得说 老师我不太喜欢他帮我写成DF 这样感觉好像程式逻辑在那边绕圈圈 我希望他帮我从头写到尾的话 很简单 这样就给他一个叙述 不要DF 或者如果你懒得打中文 我看一下 打一个No No DF 看到 这样有点懒 有没有 现在会不会看不懂 我不知道耶 OK No DF 有没有 有时候去国外也是这样 你其实真的不用跟外国人讲 你不一定要讲完整的 你只要跟他讲 会跟不会就好了 有没有 这样不是本好样吗 就是只要会讲不会就好了 有没有 对 OK 好了 他也懂 OK 好的 OK 所以没问题耶 他真的把DF拿掉 我看一下他的叙述 但是他前面 他前面要多这些叙述干嘛 执行就可以得到分 这个刚刚 这个 好的 以下 对 对 他懂我的意思耶 所以我就说 这个Charge B真的通人性 真的很厉害 我只要打个No DF 我还没打说不要DF 有没有 以下是一个不使用 他知道我的意思耶 OK 所以感觉他是不是有在窃听我们讲话还是怎么样 对 就像说那个 常常 我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个经验 就像说你 你跟家人在讨论说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只是想要买什么东西 然后你的广告 你的网页啊 你的手机 就一直跳那个广告出来 你就会一直怀疑说 你是不是在窃听我讲话 实际上是有 对 只是说你要把它关掉 好像Google的那个什么安全的设定里面有一项 是你允不允许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 那个要把它关掉 如果你没有把它关掉 他真的就好像随时在窃听你讲话 OK 这个好像也有类似这种感觉 好像随时在听我们上课还怎么样 其实我根本没有 我只有打一个No DF 我只是常识信 他也OK耶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你不用跟他讲太文言文的内容 你可以跟他讲很简单的叙述 他就懂 OK 他会根据身体的 好 这个我们试试看 复制一下 看一下程式 复制 然后把它贴过来 所以接下来的话 就把它开一个新的module 把它贴上 OK 然后把它放到 Ctrl加 看一下程式 写的还蛮漂亮的 有没有 这个float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假设 因为他可能会有小处点 如果你不喜欢float 你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evil 对 不改也没关系 这个就随了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 其实是 还蛮自在的一件事 而且其实说真的没有所谓的标准写法 特别注意 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反正不要有bug 不要写错 就OK了 说真的 干嘛一定要 这样你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没这回事 写程式 只要没有bug OK 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允许 所以这个的话float 有没有 所以先输入什么体重 OK 然后放在weight 这个变数 然后再放在height的身高 但是他这边好像没有 我是觉得他这个有个缺点 请输入公尺 公尺有点 应该请输入公分 然后你自己在后面再除以什么 再除以100不就好了 所以其实比较更完美 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在这边 再跟trust b讲说 请把公尺改为公分 对 他也会改 不过我是觉得有些地方 实在太简单的话 你就不用说什么地方都还要 请那个 这样有点是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有没有 这样把它改个公分 后面再把它除以100 OK 那这样不就简单了 然后最后这个 特别注意 平方 顺便学一下 乘乘2 就是平方 乘乘3 就是立方 OK 所以这个乘乘的叙述 这个还蛮妙的 乘乘 平方 OK 所以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当然最后会得到bmi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做逻辑判 逻辑判断也不难 不过逻辑判断请各位顺便学一下 1符的后面其实就判断 然后呢 如果第一个是用1符 第二个的话其实你会发现 它实际上就是把1符后面再加上 就是前面加两个字el 指的是第二个 那再一样的话其实就底下 这个叙述 跟这个叙述是一模一样 只是把后面的条件再加第三个 那最后一个的话一定是else 所以首先其次 再其次 再其次还是一样 el if el if 有没有 除此之外的话就是else 所以以后的话如果你要写一个 多重的逻辑判断的话 请你写成这样子就OK了 当然啦这个应该不难记啦 如果将来你实在记不起来 也不用特别去背它吧 我觉得 反正规则 这个规则 没办法一定要记起来 最后的话输出结果 你会发现 它一样用format 有没有 你的bmi4 有没有特别注意 它这个地方的话呢 一样是大瓜糊 但是呢 它是把bmi 放在这个里面 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多了一个冒号 点2f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OK 不过你说老师那这个我怎么会记得起来 所以其实以后如果你要看到format相关 我记得在云端上面有 你们可以往下卷动 第二单元找一下 这边如果有没有 点2f 就是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前面如果要加号的话呢 那就加点2f 有没有 如果要加减号的话就减 有没有 如果前面要放几个 补几个0的话 你可以用这样子 冒号后面0大于2d 就是补两个 就是两位数的意思 3d就是三位数 它会自动帮你补0的意思 因此类推 底下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如果还不够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再到google上面查一下 有关拍照的格式化的相关规则就可以了 OK 其实常用的我把它放在云端白板